有天赋的爱 我选择放下过去的伤害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创世纪第41章 九镇出狱之后忘了约瑟 当他再度想起这位特别的年轻人时 已经是两年后的事了 约瑟虽然多忍耐了两年 但他却依然是那个信靠神 敬畏神的好青年 现在就是最佳时间点了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约瑟如何在神的同在里大放异彩吧 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1章 创世纪第41章 过了两年 法老做梦 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美好又肥壮 在炉地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又干瘦 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 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 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 第二回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穗子 又肥大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又细弱又被东风吹胶了 这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 法老醒了 不料是个梦 到了早晨 法老心里不安 就差人 照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远解 那时九正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老恼怒臣仆 把我和善长 下在护卫长府内的间里 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着我们 有一个西伯来的少年人 是护卫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 他就把我们的梦缘解 是按着个人的梦缘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缘解的成就了 我官复缘职 善长被挂起来了 法老遂及差人去照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间 他就剃头 刮脸 换衣裳 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听的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 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 在卤笛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 在埃及遍地 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吃尽了那已先的七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 却看不出是吃了 那丑陋的样子 仍旧和先前一样 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 长了七个穗子 又饱满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 枯搞细弱 被东风吹娇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加美的穗子 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 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了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 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 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 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 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 被东风吹娇的穗子 也是七年 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显明给法老了 埃及遍地 必来七个大风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在埃及地 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锁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 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 而且必速速成就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 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 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风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 丰年一切的粮食 聚练起来 积蓄五谷 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 归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 可以防备 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锁灭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 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即将这事都只是你 可见没有人 像你这样有聪明 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 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 打印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衣 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 喝道地在前呼叫说 跪下 这样 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 在埃及全地 若没有你的命令 不许人擅自办事 法老赐名给约瑟 叫撒发纳特巴内亚 又将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 亚西娜给他为妻 约瑟就出去寻行埃及地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年三十岁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 变形埃及全地 七个丰年之内 地的出产极风极盛 约瑟拒练埃及地七个丰年 一切的粮食 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 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穀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穀不可生熟 荒年未到以前 安城的祭司 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玛拿西 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 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 七个荒年就来了 正如约瑟所说的 各地都有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 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 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变满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舱 跳梁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盛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敌粮 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 约瑟在法老面前 谦卑地归荣耀给神 更以儿子的名字 来感谢赞美天父 他不是真的忘掉自己的家人 而是选择放下家人 对他的伤害往前看 在天父的爱里 看见天父所赐的丰富 亲爱的朋友 愿你也能被天父的爱充满 看见更多的奇妙作为与丰富 相信他的爱要抹去你的伤痛 并且在你受伤之处 成就更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以爱充满我 修复我 不再注视过去的伤害 而是专注于你给我的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祝福你今天 被神的爱给充满与恢复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